在纽约法拉盛的暴力攻击事件在纽约社区引发了很大反响 中共通过统战长期以来在纽约培植的亲共势力也逐渐浮出水面 7月10日法轮功学员在纽约市政府大楼前举行新闻发布会 呼吁各界继续关注 几名受害人介绍了被攻击的经过 市议员托尼阿维拉也重申他将继续努力 将参与这场有组织攻击的不法之徒绳之以法 纽约市议员托尼阿维拉首先在新闻会上发言 他重申如果中领馆的人被发现任何证明他们组织这次暴力攻击的证据 就应该被驱逐出美国 法轮功发言人张尔平表示 针对法轮功群体的仇恨犯罪不仅发生在法拉盛 在曼哈顿和布鲁克林的唐人街也有 他呼吁纽约市政府重视该事件 不能允许把美国纽约变成中共的后院 这次暴力攻击的直接受害人朱迪晨 余文中和泽农介绍了他们被攻击的过程 有中国共产党群体性有组织的匪徒在路上打我 死亡威胁我 我没有安全 全球退党中心发言人高大为则指出 中共在这次法拉盛事件中是鸡蛋碰石头 大陆民众知道此事后 更多的人退出了中共 中共没有料想到的 他们在法拉盛妄图转移视线 转移民愤 结果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就像鸡蛋碰石头一样的 去得到了一个可悲的下场 新唐人记者朱峰纽约报道 新唐人记者朱峰约报道